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文怡 欢迎收看今天消失的国界 这个星期 英国伦敦街头引发了一阵骚动 当地的Brickland红专项 一直是许多涂鸦创作者的圣地 但其中有一面墙被中国留学生涂白 还喷上了这一连串中共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标语 包括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甚至敬业诚信等24个字 而这一组标语最早是在2012年 中共十八大报告当中提出来 之后成为了口号 遍布在中国的街头 学校 公园跟车站 而这位创作的中国留学生 后来还自己把照片放上网 说是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欢迎大家来打卡 但此举引发了舆论哗然 因为这一片白墙跟标语 盖掉了一位已逝的知名涂鸦画家的作品 而小粉红式的宣传 有中国网友拍手叫好 觉得占领了英国街头 但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反凤 甚至后来有更多的涂鸦客 再一次涂盖 嘲讽中共 尤其过去十多年 中国透过了一带一路 要打通对世界的经济影响力 像是铁路中欧班列 就从中国直接开火车连到欧洲各大城市 我们就曾经为您报导过 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被密称是欧洲义乌 因为当地也有一个大盘市集 各式的生活杂货都是从中国运过来 准备销往欧洲 而匈牙利也一直是相当情中的国家 只是受到了近期西欧反中浪潮的影响 年轻的时代不一样了 这对我们的外交战略会有什么影响 先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中国的孔子学院这十年来 在欧洲大局扩效 光是匈牙利就有十几个教学点 只是孔子学院的课程 常常伴随着中共政治思想的输出 很多年轻人只是想学中文或是中华文化 这使得台湾的华语文教学机构 找到机会突破 你好 你好 我叫Innes 我是台湾人 在老师引导下 同学坚用中文互道早安 中文热在欧洲近十年夯得很 匈牙利也不例外 台湾人喜欢说O因为N 所以我先走了O 台湾人平常讲话好啊 走咯特有尾音 正规课本没有写 但要学就要学腔调精髓 最近怎么样 我最近忙死了 忙死了 没关系 没事吗 没关系 你去饭了吗 我去了 你呢 我还没去 应该是走起床 这堂中文课学生已经中高年级 对话练习出现口语的 我忙死了 一点也不用意外 下堂写字课 从字形演变开始学起 六画那第一笔是什么 横 第二笔呢 竖 竖 第三笔 横 横 很好 第四笔 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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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后一个老字 反体字一笔一画一横一撇都有其意义 这和中国使用的简体中文相比难得多 但却有不少匈牙律学生气简从反 其实你记得很有趣是 我开始用了一个简单的简单 我发现 当你开始用和学习的简单 我认为它更容易解释 更容易解释 一个简单的简单 所以我仍然做到一个简单的简单 我也很喜歡的是 因為這也是我們在學習很多 是有很多的故事 我認為如果我們在看傳統的角色 就更容易理解故事 中軒著迷到一舉拿到台灣獎學機 目標到台灣深造 而對中華文化著迷的夢靈 除了聽說讀寫 進階到書法握筆運筆 也難不倒 橫 樹 撇 鈉 對初學者來說 以及有模有樣 我認為是簡單的 是更容易的 但是你能夠感受到 傳統的重要性的 因為你能看到 然後你會更獨立 因為簡單的 簡單的是更容易 所以更多人可以學 但傳統的 我認為是更為那些人 比較獨立的東西 除了繁體中文背後 所代表的正統文化體育 民主價值也是另一個考量點 這幾年中國的孔子學院 一邊教中文 一邊輸出政治思想 遭到歐美多國的抵制 而這個時候 台灣華語文教學中心 正是人性 喝無龍茶 吃口鳳梨酥 課後討論的是 台灣生活方式 與之對照的 中國孔子學院 早在17年前 設點匈牙利 然而以文化之名 進行紅色滲透 匈牙利人 不是沒有警覺 布達佩斯上千名年輕人 走上街頭激烈抗議 反對的是中國 復旦大學 在孔子學院設立分校 作為佈局歐洲 第一個中國正規教育試驗點 這波從西歐 蔓延到 中歐孔子學院的 反紅色滲透 一度炒到要進行公投 最後孔子學院政府 我們有四個 建議在韓國 因為我們的政府 有很高的關係 與中國 但是現在 台灣也有 很高的 建議 和語學院 在韓國 這次是另一個機會 在韓國 在韓國 中歷史上 沒有 政治問題 我們 和文化 和語學院 在這裡 教育們 教育們 非常有關於 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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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2019年 在雙亞利設立 雖然時間不長 但學生間口耳相傳 在布達佩斯招生 意外受情懶 課能設計是 讓他去理解台灣的 一些價值 包括民主 還有多元 還有台灣文化的包容 我們沒有說特別去強調什麼政治什麼的 對 純文化 純文化的交流 對 然後我覺得台灣有很多的價值 對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必須要被看到的地方 中國戰狼外交 以及影響力 侵壓台灣生存空間 更在歐洲各大學 透過紅色文化輸出 提高對中國的認同 然而政治 凌駕文化之上 終究踢到鐵板 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儘管規模小得多 但主打 純粹學中文 畢竟 繁體雖難 但民主價值不能簡化 也成為不少 好匈牙利學生 氣減從反 主要原因 當年 匈牙利是第一批承認中國建政的國家 兩國有長久的友好關係 加上作為中國一帶一路在歐洲的示範點 匈牙利長期親中書台 對台灣的外交人員來說 被派任到匈牙利 可說是相當艱巨的任務 面對官方鐵板一塊 外交人員要如何施展呢 現任的大使劉士忠 從2020年到匈牙利之後 就展開他獨特的交朋友方法 熱愛下廚的他 用自己多年的棕破腮手藝 展開了舌尖外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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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博物館台灣日 歐式可麗餅PK台灣潤餅 美食擂台少了煙硝味 更像同樂會 加了香菜花生粉的韌餅 對踴躍舉手想品嘗的順耀利民眾來說 是真正的異國風味 邊吃邊聽台灣的故事 最能夠重組民眾心中的世界地圖 大使劉士忠在順耀利各地 扛起台胃單缸 平常可是又在練 嘿 家文歡迎 歡迎來到我的官迪 好 好 我要帶你去開箱我官邸的秘境 就是我的廚房 好 走吧 走 好 我的外交工作非常辛苦 可是這裡就是我每天 紓壓的地方 就是我的廚房 跟著大使開箱官邸廚房 這可是重要的外交戰場 歡迎 對劉士忠來說 鍋鏟是他的武器 戰袍嘛 是這件灰色圍裙 對 妳要做完事 備料切菜到下鍋 送阿利國菜牛肉湯 不假他人之手 黑白胡椒到靈魂香料紅椒粉 已經熟悉到加多少全品感覺 這道菜真的是很營養 然後也讓你會很有體力 牛肉的那個精氣精力 再加上蔬菜的營養 所以為什麼是 是修阿利的國民美食 誰說外交場合一定得正經為座 主人家在廚房奮站 賓客或座或站 非公交錯 北魏佳搖間 正式 用非正式方式來聊 我一道一道子 我邊煮邊跟客人聊天 然後大家喝喝小酒 喝修阿利酒 或是請他們喝台灣的威士忌 哥馬郎威士忌 其實酒和耳熱之後 他們其實平常那個武裝 就會卸下來 他就願意跟你交心 跟你搬甘情這樣子 修阿利國會有台小組 主席Tiba也是做上賓 劉士忠透露 已經有不少修阿利政要 私下來嘗過 對象滿多元的 那有的公開 有的不公開 那純粹就是要搬甘情 那我還有一次請了這邊 一個美食專家的YouTuber 他是百萬的YouTuber 他自己開了好幾家餐廳 他也是去了台灣很多次 他最喜歡台灣的是早餐 各式各樣的早餐 美而美那種 不是 所以我跟他說 那你希望我煮什麼早餐給你吃 他說鹹豆漿 所以我就弄了鹹豆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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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阿利這名美食家 到館底做客 台灣鹹豆漿 讓他一世成主顧 其實我們在英國 我們有一個訣竅 指定你應該要吃晚餐 像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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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的晚餐 所以 王王王 王王 王王王 王王王 王王王王 是王王王 透過代表處大食主廚影片 還有美食頻道社群媒體 點擊推送 上萬粉絲自然更了解台灣 只是抽掉影片字幕 還是必須跟匈牙利人面對面 該怎麼辦 劉士忠從道任開始 拜師苦毒 你好 你好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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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阿利語老師 小北布什的隨機抽考 修阿利語文法複雜 英節又多 被稱為世界上 超難學語言之一 偏偏要跟修阿利人 擲乾淨 只講英語 永遠隔了層距離 我最喜歡的國家就是修阿利語 那我就說 我最喜歡的城市是布達佩斯 我跟布達佩斯市長的時候我就這樣講 所以 但我不是見人說人話 我是真的是 希望用這樣的方式來讓他們知道說 我真的是有好好去研究你們的語言 說你們的語言 那我希望用修阿利語來描述我對你們這個國家 跟對這個城市的感覺 用比較簡單的字 所以當我到鄉下去問候那些鄉下的 一些比較偏向地區的 在修阿利的一些老先生老太太 他們都不會一曲我會講修阿利語 沒想到我唸稿就把修阿利語講出來 每個人都非常的開心 從剛剛夫任時基本的日常打招呼 現在來到正式外交場合 已經能全程用修阿利語致詞 我非常感謝你 謝謝 謝謝 劉士忠2020年被派任到匈牙利 這個政府長期親中 台灣難以外交突破的國家 得想辦法換方式突圍 既然台兄政治談判桌 目前上不去換到餐桌 誰說不可行 劉士忠先從人與人溝通 再靠總統手藝 開啟獨有的外交模式 不因為困難就棄手 台灣兩個字 在這三年間 從匈牙利民間到政治圈 慢慢打開知名度 這幾年台灣投入的文化外交 也在匈牙利民間逐漸收到成果 尤其是台灣行居有年的人道往來 這一次就發揮影響力 越戰後有三萬多名烏克蘭人 逃到了匈牙利避難 但是要融入保守的匈牙利社會很不容易 而來自台灣的愛心 就幫助他們站穩腳跟 來自烏克蘭的母女 逃難到匈牙利已經一年 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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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當地 比想像還不容易 很高興 跟著老師一字一句戀口說 筆記本密密麻麻寫滿了重點 課堂上有的學生已經是阿嬤年紀 戴著老花眼鏡也得加緊戀 對想繼續留在匈牙利生活的 烏克蘭難民來說 語言學習在此時非常迫切 我認為這樣 可以幫助 我曾經在學校 但是這裡 我會在學校 不專業的工作 不需要知道 過去在烏克蘭執叫邊的媽媽 得趕快學會匈牙利文 否則無法找到 養活母女的好工作 走在布達佩斯最熱鬧的街頭 異鄉感壓在他們心頭 硬記者之妖難得偷個鞋 直到聊起了烏克蘭的一切 媽媽終於鬆開了緊繃的眉頭 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 你看起來很近 非常近 手機的另一頭 是下雪時的家鄉 日思夜想的是留在烏克蘭 無法離開的先生跟兒子 以及一年來積累的思念 學校後 然後語言課程 你會在這裡購物嗎 沒有小孩子嗎 我會跟朋友 沒有其他 沒有其他 我會去其他 其他 組織 生活在這裡 不太容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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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朋友都在烏克蘭 都在烏克蘭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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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他們母女帳 目前在松亞利 申請庇護的烏克蘭難民 有三萬多人 當初選擇逃到松亞利 多數因為有親友 在當地接應 但日子一長 除非冒險回國 否則還是得靠自己 烏克蘭難民 想在較為保守的松亞利生存下去 最大的障礙就是語言問題 有時候雙方難以溝通 想找分虎虎的工作 都很困難 台灣在2022年捐贈了150萬美金 大約4600萬台幣 給松亞利最大的慈善組織HIA 用在幫助烏克蘭難民衣食住行 而且五分年紀 不過無情戰國的小孩 天真隨著音樂唱唱跳跳 也有的孩子處在緊張狀態 無論是音樂療癒 還是用五顏六色的畫筆 讓想像力放飛 在這間烏克蘭難民小孩的托兒所 父母不必為學費發愁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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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英文團體直風車 在中華文化總會的安排下 前進松亞利劇場 場場場座無虛席 開眼前演員特別把時間 留給烏克蘭的大人小孩 折下 折下 抬手 折手 折 折 折 來自台灣的布袋戲友 在他們手上像是掀起玩具 怎麼彎腰鞠躬 怎麼來造 光是搞抖 能暫時忘記煩惱 萬多幸福 都得了家 煩惱穿雲香 從此在他們心中 台灣不只是新聞上 跟地圖上看到的國家 而是能在艱困時期 拉他們一把的存在 我支持台灣 在所有問題 我很幸福 這次給烏克蘭的人 非常好 所有的朋友都很開心 謝謝 你真正好 我很喜歡台灣 人到外交 台灣人的愛惜 早來不落人後 而在政府常年輕中的匈牙利 台灣從文化交流著手 另辟外交新途徑 每一場挪扎表演 布達佩斯街頭 眼光聚集 東南西北四海龍王 每一張臉怎麼畫 身上服裝代表什麼 台灣又是什麼印象呢 實際的體驗是最好的近距離接觸 文化交流 我認為文化交流 是最好的投資 國家 獲得支持 甚至甚至是 政治狀況 甚至是 政治狀況 但是 如果你要 其他人 喜歡 你的國家 最好的方法 是 把台灣文化交流 對 長期追蹤報導 兩岸情勢的國際記者 特別分享自身觀察 過去十年 匈牙利被視為 中國前進歐洲的示範點 但中次來了 房價變高 物價變貴 生活沒有更好 於是匈牙利民心思變 從哪裡看得出來 台灣日的表演活動上 匈牙利政治人物出席踊躍 日本絲毫不避諱 跟台灣 站在一起 這就是我們 我們來進去 我們的議員 和英國政治人物出席 我們必須告訴別人 所以是 文化教育 但是主要是 經濟 如果人們看到 多麼 不同的文化 台灣社會 進入國家 對 他們會看到 為什麼 全國的國家 都認為 非常利益 全國的國家 從西歐吹到中東歐的 一波波反中浪潮 讓主打民主軟實力輸出的台灣 趁勢而起 就算跟匈牙利地理相隔 八千九百公里 但靠著人道援助跟文化交流 讓台灣走進匈牙利民眾視野 儘管政府親中立場 一時難以撼動 但民間凝聚的 台灣 另一種選擇 正在發揮影響力 台灣有低生育率 國安危機 該怎麼救呢 來看看全世界 催生政策 最好康的國家 西歐利 在當地只要生到三個小孩 國家借你一百萬 不用還 生到四個小孩 媽媽還可以終身 免交所的稅 這個稅率 動輒三十到四十趴的歐洲 真的是一大誘因 只是眾賞之下 必有勇夫嗎 來聽聽當地人怎麼說 加入午後 在客廳即興來上一段傳統舞蹈 緊緊抱著懷裡的小寶貝 母女時光 這樣田徑美好 幼兒園老師貝蒂超喜歡小孩 自己有兩個可愛女兒 問她在匈牙利生小孩有什麼補助嗎 講出來憲傻眾人 如果你有一或二個孩子 你可以用更多的利益 所以你能獲得更便宜的購物 我意思是有更多的利益 你也會獲得更多的錢 政府的錢 那是不同的 如果你有二個孩子 有約1.5萬元 如果你想買房子 你會買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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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意思是沒有購物 沒有購物 對 41.5萬元 如果你有孩子 你會獲得10萬元 第一利多就是借錢免還 夫妻結婚時 可以向政府申請 第一利成家貸款 1000萬福利 大約新台幣100萬左右 升到第二個小孩 三分之一免還 如果再生一個 2加1等於3 補助 百分之百不用還 2019年 政策一推出 確實刺激了一波嬰兒潮 像是Sissy一家人 跟著政策走 我還有三個完美的妻子 我還在等待我們 下一個小孩 就像在女兒的房子 對 對 對 我們還有一整個 打球隊 對 進入青春期的大女兒二女兒 跟在後面的是三歲 活潑好動小跟屁蟲 一家五口到哪裡都熱熱鬧鬧 媽媽肚子裡的 是Sissy家第四個孩子 一家五口即將變六口 全家既興奮又期待 想換個大一點的房子 生育補貼 剛好派上用場 我買了房子 對 所以很不錯 因為新房子 我買了最後一個月 是65萬元 所以我從政府給了10萬元 一千萬福利通通免還 等於買房頭期款政府幫你出 除了豐厚獎勵金 像他們一家 生到第四個孩子 媽媽還能終身 免繳所得稅 這在歐洲 動輒35%起跳的稅率來講 確實誘人 實際上 我不會有多少錢 如果有這麼多孩子 所以 如果你有更多孩子 但實際上 我買了四個年輕人 很貴 對 我買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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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生但不願意生 最大的考量 還是在經濟層面 學家各國都在面臨少子化 像是義大利 酒居 低生育率國家之列 正因為對婦女的補助跟支持 遠遠不夠 最大的問題是 找到一個堅固的工作 一個經濟層面 讓他們購買房子 開始建立家庭 學校歷近十年 生育率同樣最低 掉到1.2% 比歐盟的1.58%還要少 雪上加霜的是 青壯人口紛紛出走到西歐賺錢 生得少人又萬宜 政府只得獨排眾議 把GDP的5% 大約90億美金的巨額預算 通通壓在搶救少子化的危機 但所有補助 只給匈牙利之子 自己的孩子 自己生 確實是 很多的家庭 購買房子 他們以前不可以做 對家庭 對家庭 我們很幸運 有兩位健康 美好的孩子 我們覺得 這就足夠了 我們不可以 提供你 再次獲得 不 這就足夠了 媒體斬釘截鐵 一句NO 生育補助 不是人生計畫的全部 儘管政策 推出後幾年 宋奧莉的生育率 從最低1.2% 緩步會升到1.56% 再生一個 的確成為全民話題 但現實是 國家財政赤字居高不下 經濟緊縮的狀況下 終身免稅 多生免還錢 這一天催生猛藥 能再維持幾年 錢要從哪裡來 才是最大考驗 回顧匈牙利的歷史 遍佈著不斷的戰爭 掠奪跟屠殺 二戰之後 他們跟歷經被瓜分 抵抗壓迫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雖然令人普遍悲觀自嘲 也想要盡快走出苦難的過往 而有一項休閒 可以讓他們忘記煩惱 就是泡湯 光是不打佩斯 就有數十間溫泉 也被稱為溫泉之毒 一秒帶你走進羅馬浴場 布達佩斯賽切尼溫泉浴場 有百年歷史的鵝黃色巴洛克建築組成 建築跟雕像環繞著最知名的戶外池 泡在溫泉裡抬頭藍天 陽光灑落 有種不知精細何細的身心慢火感 布達佩斯的地底下 有三分之二都是天然溫泉 所以在地人說 如果來到布達佩斯 沒有好好的泡一下溫泉 等於白來了 來都來了 當然要體驗看看 水溫三十度左右 微溫酒泡確實不累 但要怎麼一整天不無聊呢 鏡頭一轉 有人連西洋棋盤都搬了出來 人們在這裡玩棋盤 尤其是在地上的 對 我看到人們在這裡玩棋盤 對 太棒了 他們可以在這裡玩棋盤 在這裡玩棋盤 在這裡玩棋盤 女人可以在這裡玩棋盤 對 我知道 帝王是一步 一陣惡捕後 眼看記者下棋實在沒繪根 PO說沒關係 自然有人會來挑戰 果然沒一會功夫 挑戰者上場 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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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棋盤上你進我退 廝紗展開 而身體正泡在溫泉裡舒緩 不許跟著水波 上上下下 畫風說多特別就多特別 我喜歡這裡的溫度 感覺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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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感覺很好 對 我喜歡 對 什麼感覺 感覺很痛 我已經不斷走幾個星期 這是我的腿最好 對 對 特別是 雙瑤麗的溫泉 富含鈣美新同盟不同荒物質 部分被官方認證 有醫療效果 不同溫泉池 有的針對心肺 有的針對酸痛 醫師能開處方 給長輩每週一到兩次 免費泡湯 像這位阿嬤 就是拿處方錢來的 你自己來… 我說了 你這裡有這種 每日快樂 你現在是女性 女性 這是是什麼 患跳 好 แ囝 我對你 她的手是摁 啊 你塼壞了 這一手是摁 呀 她的手是摁 過程 阿嬤講得那麼神奇 但實際僅供參考而已 追溯布達佩斯泡溫泉的文化 最早在一世紀 羅馬帝國統治時期傳下來的 千年過去 人們除了依舊熱愛溫泉 這同時也是匈牙利人 難得能從苦悶過往中 喘口氣的時光 匈牙利建國千年 從歐陸霸主奧匈帝國 到了近代 歷經納粹統治 屠殺猶太人血清過往 納粹走了 惡共來了 孫亞利人超過半世紀的日子 是在壓迫跟反抗中煎熬 曾經的歷史榮光國會大廈 成了布達佩斯人精神指標 連城市的天際線都向他看齊 在我後方的就是孫亞利國會 最高的高度96公尺 而96也成為這個城市的建築基準 所有的建築物都不能超過這個高度 96這個數字對孫亞利人有多重要 896年建國 1896年建國會大廈 進到建築物主梯梯 除了孔金的雄尾奪目 階梯數不免俗也是96階 作為歐洲最古老的議會建築之一 原型異常同樣也是金光閃閃 建造國會時用掉整整40公斤的黃金 親近國力打造出民族驕傲 孫亞利號稱建築打光大師 國會大廈夜間同樣不能視序輝煌 夜幕低垂船上遊客如知 國會大廈在燈光照應下 像是多瑙和尚最閃亮的金磚 萬家燈火都不其他耀眼 超過半個世紀的侵略與瓜分 儘管孫亞利人說得花幾個世代慢慢走出來 但不時抬頭就能看到曾經的輝煌 下個十年也許能重生出新孫亞利民族自信 在台灣常見的現包小籠包 在歐洲可是稀罕得很 而號稱全歐洲第二好吃的小籠包 就在匈牙利 長條麵團依照師傅多年練就手感 捏切分成一塊塊 十幾年練功不用上秤 目測一顆顆等量 算了算太多人點這一道蒸籠不夠了 包小 幫我把包小籠收回來 那兩個多收回來才不夠 一般我們都沒數了 沒那麼嚴格 嘴上說沒在算自己的小籠包有幾折 卻私下要記著看看 沒到鼎泰峰規定的十八折 但也有十四到十五折的功力 來自新加坡的宋師傅 為了挑戰也為了開眼界 曾經到鼎泰峰學藝 我最早在新加坡幹了七年多去 我們也是負責上線 開皮 感覺總體還是可以 但就是有點跟不上他 幫幫幫助 你說他的訓練的感覺 對 後來經朋友介紹來到蒸牙利 進了唐老闆的台菜餐廳 一待又是好多年 來時只帶真功夫 但打著號稱 歐洲除了英國鼎泰峰之外 第二好吃餡包小籠包闖出了名氣 這邊賣小籠包的也有吧 包子 餡包沒有 像我們這種吃的沒有 特別 就是說這是烏拉幣最好吃的 特別多很多其他國家的華人 會開車過來專門吃小籠包 然後做了第一家二地利的 一些華人 亞洲人會過來 特別來吃那些小籠包 你說特地過來 對 對 對 他們會跟我們說 然後他們是說怎麼這裡吃的 就說這是最好吃的 讓我們去那邊展地也看一下 台灣習以為常的現包現爭 過鹹水來到歐洲大陸 變成招牌賣點 筷子一戳過小籠包 眼睛先看到飽滿湯汁 激著香氣 隨著熱氣撲鼻 嗯 就是這個味道 小籠包撐起了台灣餐廳招牌 其他菜色當然也得附上 川外牛肉麵 再到粒粒分明蛋炒飯 經典台菜一樣不少 餐廳老闆Johnny唐 則負責在外頭一桌桌招呼客人 你怎麼找到我們的餐廳 我老闆想吃點燉餐 燉餐 對 我去看網絡網絡 你住這裡嗎 對 我住在這裡 別看唐老闆熟絡畫家常 開台菜餐廳十幾年 他卻不是鍋鏟 對下廚一竅不通 民國74年開始做導遊 環遊過全世界 做過旅行社 投資過房地產 最終決定在布達佩斯落腳 開啟跟家鄉的連結 留下來開旅行社 已經30年了 32年在那邊 最後決定做這個的原因是誰 老死帶死 真的是做旅行的關係 你舌頭也很雕吧 不會 我什麼都吃 虧都肯吃 還有什麼不能吃的呢 在布達佩斯待了三十多年 唐老闆講話已經帶有 匈牙利人常見的悲觀自嘲 很少見到老闆說自家菜 最後卻是以感嘆作熟 我剛剛聽說是整個布達佩斯 這樣吃 對啊 不只是 據說是歐洲可能除了倫敦以外 真的是最好的臺灣吧 真的喔 真的有客人家跟你說 真的 那你還超過什麼樣的回饋 說過什麼樣呢 你超過什麼樣的回饋 其實不賺錢回饋怎麼用呢 唐老闆語氣盡是嘆氣 但三十幾年異鄉奮鬥時 每一步可都是積極進去 直到訪談聊起家鄉台灣 他眼裡終於閃過一絲自豪 要謝謝我們臺灣大使館 我們臺灣大使館 歷任的大使 都對我們很捧場的 所以臺灣來的正要 大使館都會想來我們吃飯 那臺灣很多很多那個活動 我們也就支援他們了 好像前幾天 前天不等我們這個餐廳 因為人所不夠等到停業 全部到那邊去支援捧場 自己的國家 我們不去捧場誰去捧場呢 多年間食道地的臺灣味 除了是臺灣駐索亞利大使館 植丁宴客處 聞香而來的客層 早已跳脫華人圈 這是我妻子的最愛 好吃的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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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找到這個看起來最好 我們會吃他們很快 她會喜歡他們很快 你會吃多多多嗎 特別是台灣的食物 我不太確定 可能幾個月或什麼 有常鮮的也有回訪老客人 能在人來人往的布達佩斯市中心 台菜館多年屹立不搖 自然以為服人 歐陸土地相連之便 一顆多汁的小籠包 讓匈牙利周邊國家的臺灣人 想家時 舌尖有了寄託 走進了匈牙利人家中 可以看到家家都有酒櫃 而且其中一定會有一款水果蒸餾酒 同時每家的口味還不一樣 因為這都是自家私釀 展現了種什麼就釀什麼的西式精神 加上各家獨有 而且不能外傳的釀酒配方 你想喝還得套點交情 跟著我們的鏡頭 去當地人家做客 好好感受最經典的 匈牙利代客指導 匈牙利家庭迎賓第一站 領客人到酒櫃 一邊欣賞主人家釀收藏 一邊選今天要喝什麼 無論多寡一定有的 是這款 有一個製造的 非常棒的 你可以看看標籤 為我弟弟 這製造的 是我們的夏季的地方 也非常好 所以他們沒有放任何蔬果 對 直接放進去 對 被稱作一體水果的蒸餾酒 匈牙利家家戶戶必備 超市買的不稀奇 最珍貴的 可是非賣的homemade 想喝還得套交情 你感覺到甜點嗎 對 甜點 好 所以我們現在不試 好 在瘋牙利有一句話 開心喝palinka 不開心也喝palinka 融合珍惜食物的傳統 櫻桃李子 蘋果杏桃 當季盛產什麼 就拿什麼來釀 普遍 但一點也不普通 不不整個家庭 很多家庭 但很多家庭 他們做搖擺 而且如果沒有 他們才會得到 哪兒子 那就會得到 其實 我們接受 和朋友們 疑問 可以買一些 因為你家製作的PALINKA是一個珍貴的 因為你家製作的PALINKA是一個珍貴的 OK 這意思是給你的健康 喔 給你的健康 因為健康是一個珍貴的 很長而且很困難 果香被包裹在濃濃的烈酒裡 PALINKA基本酒精度數40%起跳 但畢竟是自家釀造 真實的度數恐怕比預期來得高 按照傳統見面先來上一杯 但要怎麼防止不生酒粒 早退離席 店位的美食因應而生 豬油炸酥了以後 有一個叫油泡的東西 油泡跟豬油攪貨在一起 再加上一些鹽 調味 然後最重要它紅色 是因為它還有松亞里的PAPRICA在裡面 然後就塗到麵包上 為了保護味 對 那所以我們就要吃一點油脂的東西 那這個是最適合保護味的美食 入境隨俗DAMENDA端出了自家豬油抹醬 厚厚的一層抹在麵包上 綿羊豬油脂清香 搭配香料 一點都不膩口 再來口傳統糕餅BOKA CHA 形狀有方的有圓的 吃起來口感融合千層派跟麵包 澱粉跟油脂都是為了吸收酒精 防止太快喝醉 甚至連中場休息 也有對應菜色 所以我們加了香蕉 藍莓 蘿蔔 當季的莓果通通下鍋 下一點鹽 一點糖 肉桂跟檸檬 開火邊煮邊攪拌 15分鐘後就是松亞里夏天的滋味 請喝 享受 OK 謝謝 我們說如果只喝短飲 你會容易喝醉 但只要吃一小塊的麵 或煮食店 它會吸收酒 所以你不會喝醉 然後你會繼續喝醬 和第二道菜 需要令人餐桌佳搖 可以說是繞著酒在發展 生活不可或缺到 消化不良 強身健體 也靠喝酒補一補 走進匈牙利人 是為國寶的UNICOM酒窖 濃濃的香料味直衝腦門 230年前 由皇室御醫茲瓦克 用檯面上這十幾種各國香料精心配製 製作品是個秘密 所以沒有人知道 只有三人知道整個製作品 整個世界 這裡你還能看到一些藥物 我們有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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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類似的 但外面 我們不明白 有多少是在UNICOM 哪些是在UNICOM 在UNICOM 人才知道的秘方 讓辣口的UNICOM 成為匈牙利人最愛 年產400萬公升 一半內銷 竟然快不夠喝 但這4萬磅 在韓國中的4萬磅 我們韓國人都喝了 我們很愛 百年歷史的香料酒 經過納粹到共產 戰爭炮火摧殘 UNICOM 平身標籤設計 多次改版 但深虎破色的內容物 味道始終不變 匈牙利人重傳統 從席食愛物 禪什麼釀什麼的 帕麟卡 到象徵熬過苦難的 國寶UNICOM 除了是酒 更是匈牙利人 歷史積累的生活態度 歡迎回到消失的國界 愛下廚的人 一定聽過知名香料 匈牙利紅椒粉 只要一點點 就能為料理天香增色 而且這紅色的香料吃起來 竟然完全不辣 是甜的 因為當地特殊的氣候跟土壤 產出的甜椒 就是比別的國家甜 這樣的無可取代 甚至二戰之後 共產統治時期 所有農夫的紅椒 還必須上繳國家 需要外匯時 匈牙利政府 就會逐批賣出紅椒粉 成為冷戰時期的另類貨幣 對 因為你會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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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布達佩斯中央市場 除了受覺衝擊的甜辣辛香 放眼所及一片紅到底 每一天的香料 有煙燻 有甜味 有的帶點辣 萬變不離其中 一定有的是匈牙利紅椒粉 什麼料理來上一點 立刻增香天色 特別在哪裡 我們走一趟匈牙利 南部紅椒重鎮 一探究竟 OK 我們來看看 我們還有什麼 延下時節 一株株低愛食物上 還是綠色的果實 幾個月後 很快成熟轉紅 現在這裡有一個 OK 你可以拿 不少人一看 就覺得辣得很 但可別被它的顏色騙了 我覺得它應該有 比較甜的味道 比小的味道 你已經試過 好 好 我可以試嗎 對 甜 對 100%甜 對 對 傳統匈牙利紅椒粉並不辣 而是溫和中帶甜味 從原本的辛辣 經由品種改良 留下最經典的甜 別看紅椒農場 每一株都長得差不多 農場主說 連自己也是跟爸爸學了很久 才知道怎麼分辨不同 他們都跟我相似 他們看起來 但它確實是冷藏的種類 而且它確實是熱 但熱情還未出現 熟耀利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 成熟季節涼爽 加上乾燥製成廢工 紅椒保有更多糖粉 他們從紅椒到紅椒 但他們從紅椒到紅椒 然後橫椒 然後然後紅椒 然後然後紅椒 然後紅椒 當它是綿紅椒 像這花椒 這裡 我們會選擇 在秋末或是秋末 因為我們做過長期的長期 長期的長期 然後我們待會兒 我們需要稍微 稍微 補充 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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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透的紅椒被採收下來 放入長筒網袋準備曬乾 一袋袋的豐收 讓農場地面像陽光 紅潤溫暖 反覆曝曬大約四到五周 紅椒中水分消失 呈現飽滿的深紅 才會送到工廠 進行碾壓抹粉 而熟耀利紅椒粉 除了特殊風味 營養豐富 也讓他聞名世界 誰認證的 靠著發現維他命C 而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 聖傑爾基 他認證 他知 人生不可沒有 攝製成 人身體 我們不見 在人身體 但 但當它不存在 這個醬汁 它會發生非常特別的疾病 例如你失敗你的唾液 你的抗體系統 你的強力很頑皮 他在英國搜尋了 一種醬汁的醬汁 在Saget 他找到它在葡萄 所以他對於一種驚訝 當然是一種驚訝 匈奧利人津津樂道的故事 更成為紅椒粉最強行銷 光是這個農場 年產高達25噸的紅椒粉 過程需要依賴大量的人力成本 加上少農藥乾淨種植 也讓純正匈奧利紅椒粉的價格 比中國產的紅椒粉貴了二分之一 農場主義就信心滿滿 不怕低價中國產來搶事 紅椒粉有一個不同的味道 它們來自各種種種類的種類 我們使用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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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 所以有很多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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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聽到心 對 紅椒粉不只是料理的靈魂 還一度是 戰爭時管制出口的另類貨幣 誰想得到 原本是用來替代昂貴進口胡椒 順利紅椒粉 意外靠著難以複製的味道 在世界香料市場獨佔熬頭 三零五國界探索全世界 我是李文怡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週再會 李文怡